歡迎大家收看 喬林日誌 謝謝大家看喔 今天點的是一個套餐 我點的是壽司機 壽司機是這樣開的 這樣的壽司機 然後他套餐有加雞 這是雞塊 然後我是有點辣的 然後加可樂 這樣一個套餐是多少錢 這樣大概十塊十一塊新幣 好吃給大家看喔 這樣的韓國壽司還蠻划算的 有幾個啊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有八個耶 然後這是雞肉口味 他還有牛肉口味是長這樣 這雞肉 橫切面長這樣子 感覺還蠻好吃的耶 感覺還蠻好吃的耶 然後這個是韓式的辣炸雞塊 我是有點一點點辣 很漂亮對不對 好 那這個可樂就不用講了 好吃給大家看喔 這韓國的雞肉壽司 它飯很濕潤耶 不會到太乾 然後裡面 蛋很好吃 有一點蛋香味 然後芝麻很好 芝麻的香氣整個跟海苔很搭配 然後它雞肉有些料理過 好像類似是豬油雅皮醬 然後裡面還有黃瓜跟 胡蘿蔔的蔬菜 然後它黃瓜是非常脆的 然後在嘴巴很有嚼勁耶 它海苔有一點點油在上面 所以應該是飯很搭 超滋潤的 所以你不會說吃這個太乾還是什麼 嗯 這樣的雞肉壽司啊 如果1到10分 我會打8.5分 它整個好吃耶 它雞肉的紋理好漂亮喔 它紋理超漂亮的 像那種雞肉條下去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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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完超有飽脂感耶 我今天好餓喔 我今天問了 買溫度計啊 我家跑了 至少10家藥妝店吧 藥妝店出城市康世美都沒有賣 都賣光光 お酒醬汁店 奬出 listings 魚座出水 我今天要吃這個 辣的炸雞 喝喝喝 剛剛猛倒姨 而且尾酒 我今天要吃的是 它的辣有点甜耶 好神奇的炸鸡味道 然后它没有什么苦头 然后上面有撒这些粉 类似像海苔粉的东西 吃的纹路 里面我发现这个耶 这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诶是腌黄瓜还是什么的 还蛮好吃的耶 酱菜这类的 它鸡肉都是整块的哦 它要撒一些白芝麻在上面 开始辣了 好辣好辣 它的辣酱在下面 给大家看 它的辣酱整个在下面 然后越吃越下面的时候就越辣了 我在那边边吃饭啊 边看这个瀑布很漂亮 给大家看 这新药张梨上面那个瀑布 这样下来 好漂亮哦 整个风景很美耶 给大家欣赏一下 那我继续吃 最后一口咧 最后一口咧 这是皮 皮不要吃 最后一口 尿莎你要吃吗 啊 尿莎 最后一口哦 全部吃完 这个鸡肉啊 这个鸡肉啊 如果1到10分要我给的话 我会给9分 它这个甜甜辣辣的很好吃 然后会越吃越上口 然后它里面有一点腌菜的那个东西 然后吃起来脆脆软软的 嗯还不错 这样整餐吃很饱 不过我今天很饿啊 没关系 平常在新加坡吃一餐的话 大概5块 然后这样子 10块多的话 是偶尔吃一次 可能一个礼拜一次 或者是两个礼拜 好以上是这样子 跟大家分享一下 韩式炸鸡 然后它这边有卖韩式寿司 然后在 Terminal 2 第二航下的 Depatria大厅那一层 对靠近Skytrain 往Skytrain 1的那个方向 它也有另外一家 它这边在机场的 区域就是开两家 对然后如果想要来吃的话 刚好你有坐飞机来或转机 然后这家店可以跟你当参考 跟大家分享看看 好以上就是 翘鸣日子 那我们翘鸣日子 下次见 拜拜 乔鸣日子 乔鸣日子主要是 分享我 台湾人在新加坡的一些大小事 包含就是 今天买口罩 然后买不到 然后买温度计也买不到 然后还有这些像吃饭啊 分享的一些影片 然后本身喜欢逛街 也常常买一些 像是迪士尼的东西啊 什么有跟大家分享 那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按赞按订阅按分享 然后还有开启小铃铛 我影片第一时间上转的会 你会第一个时间看到哦 拜拜 那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按赞按订阅按分享哦 还有记得开启小铃铛 我有影片上转会 在第一时间通知你哦 好吗